西蒙领导人安华在竞选期最后一天回到霹雳州打门选区造势 他今晚将留在区内进行选前演讲 做最后的冲刺 特拍记者图建强从医保发回报道 西蒙主席兼共政党主席安华一早抵达打门选区运动场 观赏羽毛球和足球赛 他后来亲自上阵 拿起球拍尝试打羽球 要在最后一刻争取更多年轻选民支持 霹雳州大约有十一万两千名二十岁以下年轻选民 占选民人数的百分之五点五 这些手投足的选票成了候选人的兵家之争 他们可以了解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 顺着他们的想法去改变 让未来我们这些东良有能发挥 看到这几年马来西亚的经济有所下降了 所以希望如果可以选到一个新的政府的话 可以促进到马来西亚的经济的发展 安华在投票日前夕安排了十二场造势活动 并前往三个不同地区拉票 尽量接触更多选民 过去三届选举霹雳州的朝野政党都是以危差险胜或落败 这一次也没有谁敢保证一定能拿下霹雳州 所以各阵营的候选人在投票日前夕都赶紧拜访选区 争取最后的支持 新传媒新闻记者图建强 马来西亚霹雳州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图建访